好,繼續,直播緊的,大家進來,快點進來 康政還有一些事在辦,遲些 等大家進來的時候,等康政的時候,就先提醒所有東西 留言,subscribe,share,不可笑 最重要就是subscribe,訂閱我們的頻道 繼續的數字都在升,所以每一集都要有時間去提醒大家 現代人可能太忙碌了,我們每一拍尾都會再提一次 記得訂閱,幫助我們的流量推播,以及廣告收益 其餘,你還可以透過月工計劃,透過Patreon 如果你每個月都可以穩定支持我們,可以透過Patreon 也可以是Payme,如果你是不懂Patreon,可以Payme,或者轉數快 98627332,聯絡我們 也都可以在現場課金,可以看看孩子 現場我們一邊講的時候,一直支持一下,都是一些鼓舞人 是的,依然是一個嚴不嚴的日子 但是聽說又打風星期 要交給我了,你介紹完這裡呢 因為要現場的講,就是我做一個記錄 大家支持我們的記錄,每一次完結了節目,或過程 也有人用Payme,或者轉數快來支持我們 包括上次,我們去搞我們的網聚的時候 有一位聽眾,我都不敢肯定,他預先付錢 結果也是說是支持我們的 已經撥了進去我們的基金裏面 也都很開心那天收到 通知我們搞這個 真是很有心,康正有很多人疼他 通知我們,康正先生你有沒有搞活動 即使有人試仔 已經給了一年年費了 也有些是用勵士的,這個勵士封真棒 所以一會兒我就算拿出來,入貨入我們基金裏面 那個勵士封我會保留的 他後面也寫了一些東西的 那寫著,泰哥,足為勞,長造長有 我會保留這個勵士封 星期日我們都,你講完了? 不是,因為我想交代星期日,或者我們怎樣搞活動 我們都開心的,你先講 因為情況都很熱烈 網友反映就說,他們搞密一點,頻密一點 頻密一點的意思就是 我又不好意思,因為下個月有我生日 每個月搞,真的不是很好 我想他們不介意的 因為我想說,你交代到這裏 拜昨天我開心得,我從來沒見過拜是他醉酒先的 其實拜酒 因為我不夠睡,還有撞酒 拜酒 即是有些茂利,整天堆完紅酒就堆清酒 即是,結果 明明喝一點點,喝完它,差一點點 有一點又堆給我 有聽眾知道,我是喝最後的酒 為什麼我說,我不介意搞這些網聚 因為我這些網聚,經常都一班同學人聚在一起 還有最重要,我們不是某些搞網聚 就是說,收你500元一位,設定食給你 其實有錢賺 我們搞每一個網聚,聽眾都知道 我們自己都給了一份 我們自己都夾了一份食 昨天是,大家看到我最後不夠錢 因為我們不會設定食 到現場大家覺得高興 吃魚生喝一下,清酒好,那就開支 喝得開心,喝多一支,沒所謂 沒所謂,當時還未找到 然後也有聽眾說,我不吃生 不要緊,我們要準備一些熟食給大家 就做熟食 又或者突然有些覺得 其實我看我的照片都知道是很豐富的 我們在Patreon,這個Patreon不是給了錢的 我公開了給大家看,可以用我們Patreon看看 裡面已經餘生,我未試過吃這個海膽 是好像毫不倫息 我未見過是一盤海膽 我會覺得,結果我們是不夠錢賺錢的 我們比當時餘三百元,是不夠錢賺錢的 我們也是,很好,有聽眾的底線 我又夾,他又夾 結果也不用我們再掏出來蝕 有另一些聽眾夾了 甚至我們再開了一支比較漂亮的清酒 三百多元,有了魚生癡身 三百元,不是三百多元 有了,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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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真是超值的 昨天去過的朋友都知道,是不是好吃 值得吃 我要強調,昨天那個傑 傑哥也不是說他特別要便宜 老闆也是做成本價 我們計過那個情況 不要說他會成本,我也不想他做成本價 因為我想讓大家知道,性價比是多划算 因為後來他可以計算,因為有人又想吃牛肉 我們叫了牛舌,所以計計加下去的時候 就要給多了一千五百多元 我用一千五百多元來說 即是我們平均每人又清酒油 又海膽又刺生 其實平均每人就是三百五十元一圍 那個性價比是幾個小時才吃完那三百多元 直到我吃不到 這個性價比,我要強調不是特別便宜 當然有兩個魚頭鍋,他說免了給我們 他很公道地說 其他那些是計算正價 所以大家去吃不需要擔心 正下你吃這麼便宜 不是 左和丁基本上是一個 我第一次去何啟明 我現在裡面坐何啟明 但我去的時候 我都覺得他的性價比是很高的 所以再提一次 而且昨天老闆就已經說了 只要是夜市他會加入 但現在只要提到我們是 惠勞的,阿泰介紹他的 惠勞的,惠勞的惠勞的惠勞 這樣就可以免10加1 振興香港經濟,就靠我們了 振興我們黃店的經濟,就靠我們了 再提一次,左和丁 很多人說這個地方比較難找 其實就是 一些人說是衛元堂旁邊 例之角度 你不會用一個地標 你認識衛元堂就認識衛元堂 或者金鳳 當你什麼都不認識 你要問人的時候 雷生春看對面 看到衛元堂旁邊 就在斜對面 對,就是 在這裡見到 詩詩講,吃隔壁桌的開膽 也要多謝詩詩她特別 幫我們清課 她清課之餘 詩詩也不夠錢 她主動夾錢 多謝 再夾錢 這個也要多謝一些聽眾 最重要是讓大家開心 所以如果大家覺得 昨天輕鬆的時候又輕鬆一下 認真的時候又可以認真一下 那位又有感動的位置 講笑話 我的笑話挺好笑的 我沒有聽過 牛哥的笑話 沒有 牛哥的笑話 我演繹得OK 有些事情是 自己的感情流露 大家明白 很多聽眾我都跟他們說 為何我喜歡搞網聚 絕對不是為了增加我們收入 我們用銀線 當然我們現在這300元 是有個聽眾 早已入了錢 之前我們三個吃東西 但我之前出發點分 我們自己也要搞一份 所以我訂的時候 結果是否定食 我都說不會定食 因為定食很容易 我弄個百多元的給你 我收到300元 有甚麼意思 這樣是不好玩 所以我不介意 聽眾也不會介意 下個月或是怎樣 拜或是想搞的時候 因為大家夾串會贏 老人家不搞生意 我們還不記得我生意 我自己也不記得是最好 是嗎 OK 你自己決定 基本上大家開心 回到現實世界 可能秋天涼時 可能會搞像燒東西吃 都是想吃 燒東西吃 大家聚一下 基本上 有興趣就在 其實我們不是很多人 30人聽聽我們現場talk show 現場talk show 也有 說笑話的也有 下次我知道原來大家喜歡聽唱歌 我們就準備兩首歌 或者下一次 我們的活動 可能會邀請一個結他手 因為我一個很好的朋友 他九月房 坐了兩年 他彈結他 我覺得是一絕的 基本上彈了十幾年結他 可以下次我叫他來 這樣吧 我想他姐姐也在看我們節目 這樣吧 不用了 其實原來他人也在看我們節目 剛才有一位網友說 他在特定場合遇到警察 然後就說 原來你也有看慰勞 我也有看 然後就一直狂吵李家超 但是 沒用 最後一個point 我不是為了人工高 可不可以留下 你依然是留下了 你依然是留下了 叫你做這些混蛋 你不會做嗎 我就不相信 還有 警察有時候和你朋友 大家都要說清楚 不要這麼天真 保留一些位置 他修理風也還沒頂的 是啊 他幫你撩碼一份 之後修理風 是啊 大家要做這麼多年人 大家要聰明 因為很多年輕人 就是這樣慰勞了 譬如上一次 不只年輕人 上一次那個單身